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截至目前的16轮比赛中 谢飞连的成绩为令人无话可说的2平14负 竞8球 丢27球 上赛季 谢飞连作为大黑马 以稳健的防守一直稳居联赛中游 最后还差点进了欧战区 而本赛季 这匹黑马失去了神奇 对内大规模的伤病 让让主帅怀尔德无计可施 值得一提的是 上一支开赛16轮不胜的球队还要追附到2012-13赛季的女王公园巡游者 在那个赛季 女王公园在新赛季开始的16场比赛中 仅仅取得了7平9负的战绩 并且在第17场比赛才赢来首场胜利 而最终 女王公园也以联赛垫底的成绩坦遭降级 但如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 女王公园的7平9负 可要比谢菲连的2平14负要来的 好得多得多了 这也就意味着 谢菲连已经刷新了英超历史的最差开局记录 再值得一提的是 谢菲连需要再拿10分 才能超过英超历史上的单赛季最低分数 就目前来看 好难啊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